好 我們接下來 看一下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在所有學習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你想說 你還會不會把它補起來 因為我們所有的科學的發展 我們實際上是在這短短的五六年代的過程當中 把這擺脫下來的科學發展 要整理好交給大家 就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這幾年所學的科學 也就是過去的歷史 科學的脈絡一段一段的一直給人家上來 那我們在發展的時候就是在做解決運動 一開始研究 這個解決運動怎麼去做的轉換 後來有一個人就發現說 假設它是你的元酷運動的轉換 就把元酷運動轉成一個投影的運動化 它實際上是元酷運動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把解決運動視同 視同元酷運動的一個投影 這樣有問題 因為它的概念上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看看喔 在這個解決運動 這個解決運動的過程當中 請問哪個點的速度最快 哪個點的速度 感受一下 我在解決運動的過程當中 哪個點 中間點對不對 中間點最快對不對 快點 快點 你這樣看 簡單來說 我如果把這個東西丟下去 好 你看到它離開我手的耐沙 到它最高點 再掉下來 喜歡哪個點的 喔從這個 速度最快 你知道嗎 最接近你手的速度 速度最快的時候 是離開手耐沙 對不對 最接近你手的速度 最接近你手的速度 就是你看我手會接近我手 那一大大是速度最快的 速度最小的 是哪一個點 最一點 最高點是速度為0 懂不懂 所以在這邊也是一樣 速度為0是哪裡 難指點 速度為0在哪裡 兩點 是這兩點對不對 這兩點是不是相當於 那一瞬間不動了 有沒有感覺 那一瞬間不動了 所以我們簡單再看 這個如果我都做成一個Bt圖 我時間從這邊開始跑的話 到這邊是2分之t 又回來的t時間 懂不懂嗎 這是一個周型 我去 回來是一個周型 去 回來是一個周型 所以它是2分之t時間 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看一個Bt圖 好 這個點的速度是最快的最慢 最慢的 這點的速度是最 對 拋出去是最快的 最快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在t等於0的時候 速度是最大的 快的下降 對不對 我在 哪個點是速度最 最小 0點 0點 2分之低 對不起我都錯了 在這個地方 速度是變快最小 最小 對不對 在這個地方 速度是最大最小 最大 沒有2分之t的地方 速度最大最小 最小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是應該總編的x1 很遠 你說t 那麼的機是速度嗎 t是周期啊 t是周期啊 我剛剛不是講嗎 這是從這邊開始跑 到這邊是2分之周期 再回去是2分之周期 是不是這樣子 他應該是走的 我們等一下再決定怎麼跑 好了 那假設往這邊的方向 速度是正的 往這邊方向速度是2的 那 我在這邊 4分之1周期的地方 速度是最快最小 4分之1周期 是速度最快 往右邊對不對 假設往右邊為正 對不對 所以速度最快 在這邊 中間點 對不對 中間點 速度最快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看起來迷惑 所以你一定要告訴我 迷惑點 周期 周期 對不對 我們所有的運動 停 所有的運動都有個周期 對 這樣是你的周期 所以假設這樣 花大梯的時間 我曾經運動都可以花多少時間 半個梯 2分之梯 哦 所以是看圓的 不管啊 這樣也是一樣 假設這是一個周期 嗯 從這邊開始 一個大梯 時間 有懂嗎 有 這是來回陣仗對不對 我們是學過頻率嘛 學過正過對不對 我從這邊到這邊 再回來梯下一個周期 對不對 一個周期 兩個周期 三個周期 如果以時間來看的話 0 2分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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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 3梯 2分4梯 2分5梯 2分6梯 是不是這樣 可以 這樣懂的意思嗎 懂的意思嗎 所以你看 我從這邊開始跑 跑到這邊 速度由0到0 而這個點速度最快對不對 這點是不是速度最快 陳玉你還有嗎 沒有那邊嗎 這邊速度最快 速度最快 不怕在這邊 好 那速度回到0 然後再回到 回到 整個梯的時間的時候 繼續回到這一點 這點速度也是0 那所以 從這邊到這邊 再回來的 經過這裡 這是不是3梯 好 是不是3梯速度最快最小 最小 因為它是往這邊跑 這個張開眼鏡 閉著眼鏡 它是往這邊跑 往這邊跑 假設速度是以這邊為負的話 是正力最小 所以速度是正力最小 所以我們正式 畫 在這個點上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幾個點 這幾個點 這五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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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速度是很快的降低到0 再從0的地方 慢慢的 越倍越快 所以這是 這種加速 叫做 等加速度還是 變加速度 這速度是 加速度是一直在改變的 所以我們從 力圖來看是這樣的 所以你看 我前面半個週期 它運動的這個距離 後面半個週期 運動的這個距離 是不是從這個點到這個點 請問它是不是回到原點 回到原來的位置 OK 所以我們從這邊 可以看到VT圖 可以看到它進入的方式 好不好 所以這樣我們用點 就是解決一種概念 所以 我們這邊特別提到計算 這只是一個概念性的東西 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點上來看 請問一下喔 我們對上VT圖 我把VT圖放大一點 這是VT 這是VT 這VT 這VT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半個週期 非常好 所以在看個週期的地方 速度是最快最小 速度是最大最小很快 速度是最大最小很快 速度 速度是最大最小很快 速度是最快很快 速度是最快很快 速度是最大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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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速度在哪個時間 前後 融軒最大的速度在哪個時間 融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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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下 在哪個點速度最快 1 2 3 哪個點速度最快 2對不對 2速度最快 停 開始移動喔 哪個速度最快 中間的位置還是前後 不是 融軒這個我們剛剛有的方式 比較好 你可以在那個人上面平均的點9個點嗎 啊 點9個點啊 耶 聰明 平均九個十二個 隨便 八個不好 就是 八個點好了 那你不太容易看清楚 這樣 9個點 不好畫 那你可以變十二個嗎 或者是其中一邊波子 這樣嗎 那我們再做一個 這樣子 對不對 OK 好 應該也可以 那可以 可以 對嗎 好 你畫一個 我把它畫開一點好了 好 好 你這樣 對 你這樣 一口就見 這麼好一點 好 可以了 他就擺動我的腳 好 好 沒有比較對色 哇 好 假設這是我們時間開始 這是我們大T的位置 四分之T的位置 對 對不對 那這點是什麼時間 四分之T 對不對 對 或者是我們 如果從輪到過去再回來的話 就變四分之T的位置 對不對 好 這就是整個大T的時間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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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位置從這邊開始移動 所以我們的運動方式就是 從這邊開始走的時候 是不是開始從旁邊走 到這邊 到這邊 開始折回來 對 好 那你認為 在這個點上 因為他是向上移動 在這個點上 你看他變化力快不快 速度 還變得快不快 你看 你看他一個時間點 他從這個點移動到這邊 在這邊的投影有沒有改變 沒有 是不是幾乎沒有改變 速度 速度是0還是很大 速度是幾乎有0 因為他基本上在這邊投影都沒有改變位置 同樣的 假設我從一個時間點 我從這個點到這裡 在這裡來講的話 投影量是從這邊到這邊 是的 所以在這個點上速度是很快 嗯 嗯 對 是不是相對比較快 啊如果你這個點來看的話 好 他是寫的方向走的 從這個點 他是改變 如果他投影量是只有這一點點 哦 這樣懂意思嗎 嗯 這樣懂意思嗎 嗯 這樣懂意思嗎 我 我如果這邊再移動 我說移動這麼多 可是他投影量都改變這麼多 對啊 是不是 嗯 我這邊移動這麼多 我投影量就這麼多 所以這基本上是跟他的速度是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看他的VT圖的話 這個點的速度是 我們看的是 水平哦 就是XO上面的投影的位置的VT圖哦 在這邊速度快慢 速度很大 很小 還是什麼 很快 很快 很慢 很大 很小 還是0 嗯 我就不能往這個距離 好 不是你啊 距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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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沒有在運動 對 同不同意 同學同不同意 對吧 所以他在這個點上的速度是多少 0 好 那經過了半個周期他這個點速度是 是 你是那一點的速度 從這一點過來 這邊的投影點 嗯 這一點的速度是多少 0 也是0對不對 好 那他回到原來的周期 再跑來這邊 這一點投影點的速度是 0 0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上面這個點 他從這邊移動過來 嗯 這邊投影點是往前跑 所以速度是不是往右邊最大的 是不是 右邊最大的 就是 這個過程當中最大的速度 我們講最大是指指啦 指最大 指 指最大 同不同意 同 在這邊 因為他這個同樣 投下來是不是 他從這邊移動到這邊 他這邊從這邊移動到這邊 嗯 是不是在這個點 瞬間是最大的 嗯 所以這邊是第幾個周期 四分之一的周期 是最大的指 OK 我這個最大的指指 很好 那 我反過來 繞到這邊的時候 我從這一點移動到這邊 我這邊逆方向 大小有沒有一樣 大小不一樣 那個指啊 大小不一樣 一樣 為什麼一樣 融猜 融猜 蛤 為什麼一樣 這個指啊 為什麼一樣 為什麼一樣 他不是 他只是方向 對 因為這是一個等速度圓中運動 等速度圓中運動 他每個時間所移動的間隔是一樣的 所以對下來 每個時間所移動的間隔是一樣的 是不是 所以我在這個點所移動的間隔 跟那個點所移動的間隔 假設時間是一樣的 那移動的間隔是一樣的 對不對 直方向相反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是四分之一周期 這是四分之三周期 好 那我們如果把它畫起來呢 它會像是這樣子 因為你看喔 在這個點 速度很快還是很慢 偷一下 慢 慢 越來越 越快 對不對 越來越快 所以我們的速度一定是 慢 然後越來越 往上 欸 對啊 往上 對 所以它是 這樣子 我死了 我已經 已經 我已經 已經 我已經 好 它是這樣子一個 OK 好 這樣 這是VT圖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個事情 從VT圖來看 哪一個加速度最大 加速度 加速度 最大 加速度 那個很直的地方 很直的地方在哪裡出現 那個 四分之一到VT圖 四分之一到VT圖 這邊到這邊嗎 這個弧形是對稱的 這個弧形是對稱的 對 好 哪邊最大 零到VT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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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還有這個點 協力最大 好 這個點協力最大 對 好 這三個點 對高和對增組來講 是哪三個點 我們看時間 我們看時間 就是在左邊 不就是左邊 左邊就是左邊嗎 左邊就是左邊嗎 左邊就是右邊 在這個點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加速度 是最大還是最小 最大 最大 這邊的加速度最大 對不對 這個加速度最小 如果我們來對待一個彈簧 這個彈簧 這個彈簧那個運動 左右運動 好 我們知道彈簧被壓的時候 也有個推力 往外拉伸也有個推力 對不對 所以假設這是一個彈簧 我把彈簧畫出來 這個彈簧 正常還沒有運動的時候 它長這樣 這是自由成立 所以我把這個彈簧拉到這邊來 放回去 然後他會 彈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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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做運動 好 其他彈簧 他在這邊的時候有沒有手力 有沒有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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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中間沒有 因為他本來就在這裡 本來就不動 他本來就在這裡 沒有 我說他本來在這裡 我剛講 他本來在這裡 我把他往這邊推 他們收到一個力 他說你往這邊推對不對 所以推就到這裡的時候 他沒有力了 可是沒有力的速度反而是最快 速度最快的時候 或使他慣性在往這邊跑 跑的時候他收到一個拉力了 他開始變慢 變慢慢慢慢慢 放在這邊 那我停下來不動 跟停下來不動的那一剎那 他是拉長這麼多 對 所以他反而有一個拉力 所以他把他拉回去 所以拉回去拉 速度 被拉一直拉出有速度 有加速度 這加速度是越來越 越小還是越來越大 加速度 越來越大 越來越小 為什麼 因為他的距離 X 他的變化 我們說這是彈簧 彈簧的力量跟誰 成正比 彈簧的力量跟誰成正比 彈簧的力量跟誰成正比 彈簧力量 彈簧力量跟誰成正比 彈簧力量跟彈簧系數 彈簧系數是固定的 這彈簧的彈簧系數是固定的 就彈力跟什麼 拿了長度 所以彈簧的力量是跟X乘勝比 對不對 彈簧的力量跟X乘勝比記得嗎 谷歌定律記得嗎 這個彈簧本來在這個長度都沒有受力 我一定是往裡面推 或是往裡面拉他才開始受力 我推的越多受能力越大越小 越大 越大 到這一點是力量很大 最大 因為我是極限到這邊 所以我的力量是不是有這麼多X 這個是我的X 我已經拉了這麼多 所以我的力量是往這邊推 推 然後他開始就會往這邊跑 跑到這一點的時候 覺得他受不受力 不受力 是不受力 因為他長度跟原來的長度一樣 可是這個速度是最大 最大 所以他從那邊過來 他從那邊被推過去啊 你看 我這個彈簧我如果 你看我在桌上 我如果把現在不動對不對 在這一點 這是我的自由長度 有在看我的彈簧嗎 有 我現在把他拉過來了 他是不是拉了一個X 我放開 他在這一點的時候速度最大 對 可是為什麼我們在那一點 我最近說 他那裡他的位能最大 好不好 為什麼位能最大 位能有改變 位能有改變 你看喔 我從這一點 重力位 這不動喔 這是不動的動態 我先把他們拉長一點點 這就是他們的收力 有 他們有收力對不對 我通常他們開始移動的時候 移動到這邊 請問他有沒有收力 有啊 我移動到這邊 他有沒有收力 有 移動到這邊 他有沒有收力 有 這瘦的力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因為我們左上的X 越來越小 當我到這一點 在瞬間的時候 彈簧有沒有收力 有 彈簧就不收力了 對不對 彈簧不收力 可是呢 在這一點的時候 因為他前面已經累積這麼多能量 再釋放給他 所以他跑到中間點的時候 這個能量是不是全部轉換成他的速度 他這個彈簧的位能 全部轉換他的動能 所以他這時候速度是最快的 對不對 這麼多的力 一直累加一直累加 累加轉換成他的速度 有收力也有加速對不對 有收力也有加速 加速也有改變他的速度 所以這樣收力的過程當中 不斷地給他速度 給他速度 到這邊 那你剎那 我的力量是0 可是速度呢 速度一定有 一定有速度對不對 可是再往下 如果這個彈簧可以順利被壓縮的話 他開始收到什麼力 是反方向力 這力會讓他壓出來減速 減速 減速喔 就開始減速了 所以他繼續往前壓的時候 他開始減速減速 減速到一定的地方就會急速運動 對 就速度為0 同不同意 所以你看到喔 我把這個東西先壓進來 放開 他開始彈出去 彈出去 你看這邊被彈的時候呢 是不是這邊所壓的距離是最長的 這邊是不是所壓的距離是最長的 對 所以他收了一個很大的力 對 很大力又很大的加速度 對 很大的加速度 對他速度就改變得很快 是 移動到這邊 力量變小了 對 加速度也變小了 但是我這邊已經累積了一點速度了 所以他要持續累積了速度 對不對 移動到這邊的時候呢 力量來沒有 反正就是移動到原本點了 他就不會再增加加速度了 那你瞬間不會增加加速度沒有錯 但是有沒有速度 有啊 所以他會 所以他會往往前推 往往前推 推過去的時候 他開始做什麼事情 減速了 減速了喔 所以他那一點是極限最大的 這一點是我的速度極限 所以我們可以移動的時候 他開始減速 減速 減速 減速到這一點的時候呢 剛好這邊我給了位能 全部又轉到這邊在位能 所以我到這邊有什麼速度 沒有 就沒有速度了 可是沒有速度 是力量最大的最小 最大 最大 這麼長一個拉針 最大 最大 所以因為我很大的力量 再拉他了 所以他怎麼辦 再來 再拉回來 再拉回來 到這一點 力量最大最小 最小 最小 力量最低 而且速度越最大了 是這個方向的速度最大 所以這速度又或是他去往前進 又開始推這個彈簧 你只要開始推到彈簧 他會給他立 他會開始阻止他前進的 就開始這樣立 這樣立 這樣立 速度又變成領了 速度變成領的時候 他瘦力最大最小 最大 所以我開始往回推 跳到這邊 速度最大最小 速度 最小 小 力量 最大 加速度 0 最大 力量最大加速度 最大 大 推我 來 到這邊 最大最小 大 最大 最大 加速度 速度 最小 OK 那來對照一下 這是不是這樣 是 在這邊我們剛剛講 加速度最大最小 最大 最大 這個斜力最大你看 到這邊斜力越邊越小 到這邊斜力多少 0 所以加速度是0 這一點對照到這邊 是哪個點 應該算 最右邊的那個點 這個點吧 也就是彈簧這個點 是不是 0 好 那接下來 他要開始 有速度 所以他去往前移動 往前移動 往前移動 移動 移動 可是越邊越慢 越邊越慢 越邊越慢 為什麼越邊越慢 衛能 動力要被用 動力轉換成衛能 這時候動力轉換成衛能 所以又開始轉換成衛能 所以到這邊之後 又全部轉換成衛能 所以速度就變成 速度就變成 0 對不對 速度變成0 動了 速度回到0 那這邊速度 加速度是不是最大的 對 所以加速度就把它拉回去 加速度就是 他往拉力 就把它拉回去 好 OK 所以他躺往上持續的 左右左右 所以 像這張圖上來講 如果以減弦動的這個地方 減弦動運動來講的話 加速度最快是哪一個點 加速度 對 加速度 兩關 兩關 對不對 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同意 因為這兩關想像 他如果是彈簧的話 又是兩關 動力最大 速度最快是哪個點 中間 中間 中間速度最快 要有問題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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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說 你說那個圓中 等速的圓中運動再轉 對 你說當是最上面的時候 它的速度 不是 你說當圓中運動 它繞到最上面的時候 它的加速度會趨勵不力 對 比如說我哪個身材 在繞繞繞的 你只能動 不是 我講的是它投影的結構 它投影的結構 就在這邊加速度 進歸臉 你如果這是等速圓中運動的話 請問它加速度多少 沒有 沒有 有加速度嗎 它都是相近加速度 它加速度的改變 都是相近加速度 是不是 等速圓中運動 有沒有加速度 等速圓中運動 有沒有加速度 有加速度 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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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圓中運動 它一定有加速度 對 只要有 有曲線變化的話 只要運動方向有方向改變的話 一定有相近加速度 所以你剛剛跟我講的是說 當它是個圓中運動的話 這個點有沒有加速度 有 加速度 來這邊 超圓星 超圓星 沒有錯 超圓星 這一點有沒有加速度 有 處哪邊 超圓星 這一點有沒有加速度 有 超圓星 好我們來看一下 剛好 指宏問的這一題 這是一個關鍵 你看這個加速度的投影量 這個加速度的投影量 你看這邊是多大 是不是就這麼大 是不是就這麼大 有沒有虎鴻剛剛所說的 當你把這個東西搖到這邊的時候 他所說到一個比例是最大最小 你看這頭人家最大 到這一點的時候他的相片大部分是朝下 他在這邊加上多大 多大 最小是多大 0 都在同個點上 一條線投影是沒有大小的 是0 所以他運動到這邊的時候 他有相機加速 相機加速的投影量在這邊是0 合不合理 就是剛好浮我剛剛從塔皇中講 在塔皇彈到這邊的時候 在這點上的受力 他沒有水雲方向的受力 是不是 他沒有水雲方向的受力 所以水雲方向的力是多少 水雲方向的力是多少 水雲方向的力 水雲方向的力 我們運動到這裡的時候 水雲運動方向所受的力是多少 0 0喔 對不對 因為你原動運動來講嗎 他就是相機加速 相機加速 相機加速是朝陽元心 投影量是0 剛剛好 因我一樣的概念 所以我運動到這邊的時候 我得到一個相機加速度 是往元心這麼大 投影量這麼大 是一個符合我 當我這個彈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屋頂彈到這裡的時候 我收一個怎麼方向的力 超往哪邊 這力是往這邊 而且是最大的力 所以剛好這加速度得到最大的力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對 所以你最大的來看 我們以相機加速度的投影量來看 也是穩合的喔 我這個東西在這裡的時候呢 我收一個往這方向的推力最大 我這個東西在這裡的時候呢 我收一個拉力往這邊最大 是不是 剛好符合加速度的方向 對 OK 好 這是 這是加 相機加速度 我們來看一下速度好 速度可以嗎 好你看喔 這是我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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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圓中運動嘛 有速度對不對 是 我這個速度這麼大 請問他在這裡頭上多少 0 0 所以在這邊 從圓中運動轉換成 減缺運動的時候 在這邊的投影量是0 所以這邊的速度是多少 減缺運動的投影量 的速度是多少 0 0 是不是符合 我們剛剛回答這邊 速度是0 有沒有 當他運動的四分之一周期 回到最頂點的時候 速度這麼大 投不掉 這麼大 是往右邊的投影量這麼大 是不是速度最快 有 有沒有 好 那回到這邊 速度還是一樣快 圓中運動速度還這麼快 可以從你量的這邊速度多大 1 速度還是0 有沒有回到0 對 這樣回到四分之一周期 或是四分之一周期 回到這裡的時候 速度 這麼大 是不是又是最大 速度只是最大 是方向比較大 有沒有 OK 你們好厲害 每個都閉著眼睛 可以說是 沒有 我的理解 對啊 我不知道我們這個要講好久 然後感覺一直才不一樣 那現在從事 又大又小又大 有理解了嗎 對 現在從我轉圈 我閉著眼睛 然後眼睛張開 怎麼又回到一樣 大 小 然後再閉著眼睛 然後眼睛張開 大 小 然後再閉眼睛 然後放開 小 小 大 好 這個很重要 其實 我現在用了三個角度 幫助你們理解 但是 眼睛閉著眼睛 只聽到一個角度 或聽到半個角度 沒有關係 我的 那我們現在要進入數學 那 物理的方式理解的時候 我們反而就是 數學應該是 我們現在要進入數學 好不好 數學 OK了嗎 好了 指導你好 謝謝 謝謝 你看 我們起來左邊 嗚 怎麼 不能睡了 太壞了 好 我們以 運動來講 運動的角度來講 可以開始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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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這點P 歐 一為 cone あ 誓 歐 歐 是不是正R,這點 同學,是不是正R 這點是多少 這點多少 坐標準 不是,我已經講了一個點 這點是正常 R 那我這一點呢 假設是我的P點 我P點頭領要是XX 對不對 可以嗎 好 可以嗎 那這邊有個角度 好 什麼 沒有人要講話 沒有,我問什麼 為什麼我們三個人在一起 兩個人睡覺的和拍照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 我們想想看 有效果 我們一般來講 在數學來講 這是X軸 這是Y軸 我們再講 我們回到數學的角度 我們要在數學的角度 我們講數學的角度 這個角度是幾度 假設是30 在數學的時候 我們是以 逆時針方向為正 是 幹嘛 你在說什麼 沒有 只要你猜 不要 一直回一隻腳 重複的東西 一直腳 我現在可以講什麼東西 他都受學了全部 我要知道你們 我要確認你們的理解 大翻字 大翻字 好 往逆時針方向為正的角度 對不對 所以從這邊開始0度 這邊幾度 九十六 這邊 一百八 這邊 二百七 二百七 回到這邊 三百六 對我們自己的角度來看 這樣 所以我把它跟正常來講 我們把它變成 跟我們數學的角度一樣 所以我剛剛所講 這個角度 我剛剛從這邊移過來 那現在反過來 從我們移過來 所以我們把圓周運動 變成這個方向 可不可以 變這個方向 跟數學一樣 好了 所以呢 當我們移動的一個角度 從這邊 所以我們起始點在這裡 從中開始繞 我們起始點 假設是從 R開始 繞了 多少周期 到這個點 四分之一周期 四分之一周期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 這是從圓形來看的話 這個是一個T 這個是運動的四分之T 就是四分之周期的意思 回到這邊 對 二分之T 得到這邊 四分之三T 這樣走到這邊 就是一個T 好 讓我們看一下 我運動的一個CTA角的時候呢 我得到我的位置這邊 請到這邊的投影 這個X等多打 CTA角度 CTA角度 對 所以我們就知道了 X等於 CTA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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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我們小 His 就那麼 你們雙的是 要设法记得,我没办法告诉你怎么记得 就跟背单字一样,我不知道怎么教你背单字 但是你要想好把背起来,我把它记起来 假设这是R,这是Y,这是AKS的话 R分之AKS,就等于cosc R分之Y,就等于sinec 所以AKS就等于Rcosc Y,就等于Rsinec 这样同不同意? 有问题 有问题 不记得,赶快抄下来,照下,记起来 回去思考一下,跪到这边来 这是我们的半径啊 没有,你知道了 对不对,这是我们的X 虽然X是Rsinec,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一直在跑 像C檔角 我们如果以对时间来看的话 C檔会等于什么呢? 什么东西? 假设我们这个角速度 角速度是Omega 对啊 那我们的C檔会等于什么? 是 positive 记不记得这个东西 Omega是什么? 角速度 什么是角速度 记不记得? 我们提过角速度 Omega等於往時間分之c 多長待會時間是那時候走的角度 對不對 所以把1變過去 是不是c打變成Omega t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所以就馬上再跑過來 等於R Pos9 Omega t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好 那這邊有個速度 V V 速度呢 如果我們來Omega或t來表示的話 那等於什麼 Omega等於R分之V 2開 R 是元舟對 3t 等於什麼 元舟除以時間元舟的速度 對 對 對 距離速度時間的速度 對 那2開數以t是什麼 0開數以t是什麼 0開數以t是什麼 就是R分之V 這是什麼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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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ga等於t分之V 等於大T 2開 Omega 為什麼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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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圓周嗎 2開是不是一個圓周 對 他用一個周期的時間去到一個圓周 所以把圓周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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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角度啊 2開不是圓周嗎 一個圓周的角度 Omega Omega 一個圓周的角度 我們上次繞一圈 繞一圈幾度 繞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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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2開除以上一個周期 是不是就是Omega 對 可是為什麼我們變大T 蛤 Omega 大T是周期啊 那不是跟這個合力啊 跟哪個合力啊 跟這個合力啊 跟這個合力啊 這是你角度啊 還有一個角度啊 2開不是也是 2開是全圓周啊 全圓周 假設你知道 它每3秒繞了60度 60度才幾開 每6分之拍 對不對 所以說 我3秒鐘 繞了6分之拍 請問我的Omega 沒多少 18分之拍 對不對 是不是意思 那我如果 如果換個角度 我告訴你說 我 周期是 36秒 請問一下我的 Omega 多少 18分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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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1的 告訴我這個結果 1的告訴我這個結果 一樣好告訴我說 你多少時間 到了多少角度 或者你直接告訴我周期 那我直接告訴你周期 你會知道它的角速度 一個圓周運動 我直接告訴你它的周期是多少 你可以知道它的角速度 可以知道 對不對 我剛剛聽到一個圓周 對 周期如果是1 現在角速多少 周期如果是1 一個圓周運動 周期是1 你看角速度多少 2排 周期是1 2排 周期如果是2 那圓周的角速度多少 就是拍對不對 它是分母 2排 3 3 3 2排 2排 3 2排 3 t 周期啊 3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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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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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我剛剛說四八 對 他說 拍 你哪裏懂的 你剛剛哪裏不懂 我剛剛不懂 T等於36 什麼或是什麼人講錯誤就是 四八 四八 哪裡不懂 大概不懂 大概不懂 那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講這個原則運動 T等於6 T等於6 你看他的角速度 等於多少 這個意思是說 每6秒 每6秒到一個圓周 對吧 每6秒到一個圓周 所以他的角速度多少 我們一個圓周是幾度 如果講多的是360度 那如果講近度量 一個圓周就是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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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個圓周是二拍 我現在花了6秒到了二拍 請問要曉得多少 是不是 誰是誰 不是 我們現在想一個圓周 一個圓周 一個圓周多少 二拍 然後用了6秒去繞他 所以我誰是誰 是二拍 我3 6 同意是嗎 字姐 你看好嗎 所以等於3分之拍 那問題 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2拍 3t 就是 omega 是不是這樣子 R留下來 所以我們速度等於3分之拍 R omega 這前面在講雲中都講過 你們後面要呼吸 忘記了再來一次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在這點的時候呢 我有個速度V 好了 這個速度大小的同樣 是不是恰好 你可以看 而且速度是正還是負的 負的 如果我們往這邊是正R的話 往這邊方向是負的 所以你看喔 這個角是θ 那這個角是什麼 θ 那這個角呢 θ就是90 90-θ 那這個角呢 θ 所以這個角來到這邊 就是θ 對不對 那這一段是什麼 這一段的大條是什麼 size of the theta 是b sinc 是b sinc b sinc 所以我們的速度呢 x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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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對 沒有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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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是負的 有問題 沒有 有問題嗎 方向是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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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這個方向是往這邊走嗎 那速度是這個方向 方向向是這個方向 對 這是零點 這邊是正的 這邊是負的 這個方向是負的嗎 不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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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呢 接下來看一個 相親加入 5 29 20 我們看向你交錯 59跟20有關係 這是向你交錯 向你交錯的同樣 不一樣 所以這是C大小 那這個呢 C大小 所以它的向你交錯是朝這個方向 對 大小呢 多少 45B 45B 這是我們向你交錯是A 所以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下面 我們的 減學運動的加速度等於多少 等於 負的 A C大小 C大小 快講好不好 快講好不好 好 全A等於什麼 A等於什麼 向你交錯度 A在這邊是等於什麼 A等於 R R 分之B平方 對不對 R 還是R V是什麼 Omega R Omega Omega 平方 誰對手 R Omega 平方 是不是這樣的 是 A R分之B 平方記得嗎 記得 V是不是R Omega 這邊剛剛寫過 戴進來 R Omega 平方 所以R 這是瓜五平方 因為這是B的平方 所以 平方之後 是變 B 就是兩個平方 對不對 這平方跟R約掉 就是像R Omega 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確定喔 我看你精神差 精神差 可能就不見的都知道 好 所以A等於 R Omega 平方 cos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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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所以我們就知道了 我們認了一個時間點 假設一個道理說 我的速度是Omega 然後呢 時間三秒後 你就可以把它帶進去 就可以得到 位置 或速度 或者是加速度 所以 它的Sign跟 Sign就變成另外一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Sign的角度跟Sign的程度 是兩件事情 Sign的角度跟Sign的長度 這不是長度跟角度啊 它的弧度啊 對啦 弧度跟角度都是一樣的角度 可是它可以這樣帶 當然可以這樣帶啊 要算另外一個問題 在算力以後 你如果算突然 就可以得到這六分之拍 你如果只會角度 你可以把六分之拍找到你的角度嗎 對 那就可以啊 我是說你要按的 就是硬算 所以 計算計畫的時候 你要去變化 計算機有兩種功能 通常叫做 幅度量 一種叫做進度量 一種叫角度量 如果你選擇角度量 你要輸入角度 如果你選擇幅度量 或進度量的話 就是輸入 剛剛是進度量 進度量 你要用開的就是進度量 通常我們是用角度量 對啊 比較少用 但是在國中以前的時候 高中之後 包含數學 也就是這種進度量 高中之後的角度 不再講角度 會講速度 會講這個進度量 所以這一走 是四分之拍 這一走 對不起 這走是六分之拍 這一走是拍 這邊是四 二分之三拍 這邊又是二拍 這是角度的意思 好 這請先把場的角度 會一直 好不好 今天就到這邊 好 還有中午 中午 對 中午 有空的過來 寫作業 沒有就有 對 今天如果沒有這個調度的話 有空就過來寫作業 對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